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尾巴立即停货 但是议案因为遭到美国否决而未能通过 多个组织计划从今天起一连六天包围美国驻吉隆坡大使馆 这场抗议活动预计在今晚11点开始 参与单位包括25个公民组织 14个学生组织和9个政党 有社党、同名党以及一党、公正党、诚信党 统织团结党和行动党的青年团 他们昨天发文告指出 行动将以和平的方式进行 在整个行动期间扎营过夜 并在每晚举行声援活动 而压轴活动则是12月31号的大型集会 他们提出的诉求包括 停止滥杀巴勒斯坦人 尤其是妇女和儿童 无条件停火并终止种族灭绝活动 停止战事 以处理平民的援助和居住问题 以及承认巴勒斯坦人拥有主权国家的权利 无论如何 望沙玛诸景区主任阿沙里 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透露 警方并没有收到来自主办方的集会通知 阿沙里表示 警方将采取安全措施 以防止任何不幸事件发生 并将依法采取后续行动 阿沙里表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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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沙里表示